陳偉業議員 還有很多問題是要關注 689很多事情沒有提到 不過他最近接受記者訪問 沒有提不是表示不做 我也不知道他哪些做哪些不做 他比老猛董 在議員藝術方面 老董就說不講 沒有講就等同不做 但是他說 我想他奸任努力 奸任努力 投共什麼都做 因為他沒有講 方話連篇 講到醫療方面 希望局長多些關注幾點的問題 有些問題在議事堂講了十幾年 一個就是新界西醫療相對地被歧視 你用人口也好 用服務質素也好 新西整體的醫療情況 都是相對對偏差 你用新西人口和整體醫管局 在新西所放的資源 相對對都是偏低 我希望隨著東沖醫院 和將來天出為醫院落成會好一點 但是新西的醫院 特別是屯門醫院 和博外醫院 相對地 那個質素 因為有些是先天性不足 屯門醫院先天性不足 我想局長都有所問 希望透過130億的維修和改建 希望可以糾正屯門醫院的問題 另一個問題就是有關牙科 那個需要特別老人的問題 很多議員都有講 希望在現有資源裏面 就算特審部講 希望能夠補充做好些少 至於醫保 剛才有議員問 醫保對保險價來說 是一個金礦 我們絕對不希望醫保成為 這個退休保障 就是這個公積金的翻版 就成為這個金融機構的提款機 所以我們是很反對這個醫保 政府補貼的 因為最後就是給那些大財團 給那些金融機構掠水 最後一點就是 都是局長的職責 就是這個骨灰鵪的問題 整份宣佈報告沒有講的 這個是感到極為失望 因為你羊宅不夠 陰宅是更缺乏的 那麼陰宅那個問題 導致到市民那個的需要 是這個缺乏 那麼有一分鐘時間給局長答 是 局長 麻煩你 主席 在新界西那裏 我們有幾樣措施都在看著 去處理新界西那個 醫療服務那個問題 第一 在醫管局檢討的委員會裡面 其中一個重點去檢討 就是說存在於我們不同的聯網之間 醫院管理局的資源分配是怎樣呢 實際上稍後的時間 在衛生事務委員會也都會有一個介紹 就是醫管局的資源是怎樣分配 在內部的 那麼希望透過這個檢討 能夠有一個調整 令到有一個方法 令到那個資源可以分配得公平些 另外在新界西那個服務的發展 和那個設施的發展 其實都有很多計劃在做的 包括一百三十億 剛才陳議員說到 我們都會幫到 另外其實在一百三十億以外 屯門醫院特別在外科的手術方面 我們已經是著手著一個可能性的研究 幫屯門醫院大量增加 他手術室的設施的 謝謝